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最新鲜的好店 接下来带您看 台北市建国北路 这一家日本料理吃到饱 最特别的就是店里面 无限量供应日本帝王蟹 平均每只蟹 半身就有35到40公分 这么长 另外还有现切的生鱼片 美国安格斯牛小排 多达60种的豪华彩色 这些对得像小山高的帝王蟹 看起来相当鲜美价值上千元 不过只要你有办法 统统让你吃到饱 鲜甜可口的帝王蟹饺 剥开蟹身 白嫩Q弹的蟹肉 鲜美指数百分百 一般市售帝王蟹 一直动辄要价两三千元 在这里平日午餐 花个720元任您吃到饱 这个大概一盘就要一千块了 来这里随便 只要吃一盘以上就划算了 对啊 对啊 我去年去北海道吃的帝王蟹 我觉得这边比那边新鲜 之前有去日本吃过 他们的帝王蟹 说也是主打吃到饱 可是好像没有吃到这么多 只给一个两三 两三只就说吃到饱 这样 所以这次吃很多比较划算 最少吃了有五六只在叫 为在建国北路的帝王蟹 吃到饱餐厅 虽然开店不到半年 但老板许哲宇 餐饮经验丰富 在北部地区有十六家 算算锅连锁店 过去从事物流业的他 最懂得如何降低进货成本 以年进货量代替月进货 降低成本 光是帝王蟹店里一个月就被吃掉 多达一千公斤 其中最受欢迎肉最多的长蟹饺 一只平均长达35到40公分 吃起来超满足 另外零层汤头可不能马虎 除了高丽菜等蔬果 还要加入秘密武器凤梨 熬煮八小时 凤梨它本身有特殊的果香 那它里面的酵素的话 跟搭配我们的帝王蟹 是能够更加的提味 清淡汤头才能调出帝王蟹的鲜甜味 一整锅满满的帝王蟹相当诱人 店家贴心准备专用器具 剪开蟹角 再用镊子把肥美蟹肉调出来 我老公吃气盘 所以有很划算 很划算 然后它的肉也都很漂亮 就是质感不会像外面吃到饱的 那么的粗俗 肉很饱食 很Q 对 很鲜甜 对 所以觉得划不划算 划算 第一次吃到这么多帝王蟹 对 很过瘾 很过瘾 除了帝王蟹 还有多达60种精致菜色 让人眼花缭乱 怎么吃才划算 老板不懂 剩鱼片要先吃 再来就是所谓AV10 那到后面再把帝王蟹来煮来吃 那肉类我是建议说 既然我们今天是标榜的帝王蟹吃到饱 你也可以试试的尝尝一两片 我不建议你们多吃肉 多吃肉的话 你们会破话算 开胃甜菜的生鱼片 特选整味长达22寸的挪威鲑鱼 漂亮鱼肉呈现可口的橘红色 不同于一般便宜的冷冻鲑 外面一般假仇爸的吃到饱餐厅 大部分是采用冷冻的鲑鱼 那我们是使用现流的挪威鲑鱼 那价格上也是有差别 大概高了三成左右 那这肉类本身的话 油脂分布是比较均匀 摆盘精致漂亮的综合生鱼片 鲑鱼鲑鱼一份外头至少就要500元 吃个两份就回本 它的生鱼片就是不会像其他那种 吃到饱会烂烂的 它的生鱼片的感觉就是 还蛮新鲜 蛮扎实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 还可以加个海鲜拼盘 大力鲜科 扇贝蛤蜊超澎湃 因为我很喜欢吃海鲜 可是我觉得它的海鲜真的很新鲜 而且吃起来很甜 是它的原味的甜 而不是你能够加的 现茧现炸的大明虾 外皮筋 黄酥脆 虾肉Q弹 还能来份现做手卷 最后可别错过 美国Choice等级的雪花牛肉片 轻轻算个两下 但粉红色的牛肉片 入口即化带着肉香 每样食材 其实都很新鲜 都很好吃 就是在连它就是 就是像炸虾 它的手卷 包括它的生鱼片 其实都蛮令人惊艳的 开店不到半年 就闯出好口碑 40瓶大小的店面 平日中午也做无需席 不用一千块 就能享受到整桌日本料理 和吃到撑 吃到怕的日本帝王蟹 让您不用到日本一样能吃美食